全国三级警戒民众宅在家防疫 外送量大增 我们就是对着口罩跟我们的五官 然后做拍照 第一线外送员防疫自保 每天得上船配戴好口罩的照片 才能上线接单 餐点送到侧服者指定的椅子上 立刻传送照片提醒取餐 因为是线上付款 餐点放至社区管理室 或住家一楼门口 如果送上楼放门口 以不与客人接触为主 减少接触另外一家外送平台 也推出了无接触送餐 但考量学生老人无信用卡族群 保留了现金付款 但建议都以户外空旷处交付餐点 量要求客人下来拿 尽管真的做到防疫灵接触 但餐点竟被丢在楼下一个多小时 让网红凤梨keep put put 平台则表示 这些都能透过线上客服反应 各大外送平台加强 外送员的防疫 全程戴口罩量体温很基本 Uber对被狂烈的居家隔离外送员 提供14天补助 Fu Panda则提拨1000万元 优先让双北外送员打疫苗 若被检举没戴口罩 将被停止接单三天 做这么多 无非都是希望疫情期间 保护客人也保护外送员 三学之常受赃透的哦